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那天 我不是故意要护着她的 因为她 肌肩断裂 所以 早就知道她回来了 前几天情绪反常 都是因为她 对不起 你昨天跟我说你想放弃出国 其实 不是舍不得跟我分开 而是害怕 对不对 你害怕 分开了之后 你会动摇 你害怕 一个人在国外面对袁安城 是这样吗 李宗 你听着 我成了 绝对不要你为我放弃什么 我更不要你内疚 我就希望你能够幸福 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我都可以接受她 我都可以接受她 妈 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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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第一次自己去参加比赛 要好好加油 师姐 那你不陪我们参加比赛了吗 这次我不行了 李宗 之后的事我改天再和你们说吧 好 走吧 李宗 我不是当事人 我没有资格说什么 但是作为你和成朗共同的朋友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 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成朗了 你都知道了 当初你跟袁安诚分手的时候 你有多难过呀 是谁帮你走出的困境 现在他回来了 即便当初的事情他有多内疚 多想跟你复合 你怎么能就这么离开成朗呢 他有多爱你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我当然知道 袁安诚刚回来的时候 我爸不得二十四个小时 多待在成朗身边 不给袁安诚任何机会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是害怕自己变心 没有 我不是你 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究竟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真的希望你能想清楚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和你一样 放下自我 但是这太难了 C.R. 就是成朗 你喜欢的 就是成朗 对吧 反正我现在就要去和林佑说清楚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好啊 那我跟你一起去告诉林佑 谁还有就是成朗 没有我 小琪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心底的秘密说出来 但是感情的事情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 我知道你有多文具 我刚才想到 seconds了 我不想到你 我不想到你 可能 那你说